好,各位朋友,大家好,终极,沙武汉语终极下册第八课,我们想做贵公司的独家代理,代理我们知道Agent,对吧,拿那个commission代理,独家代理呢,就在这一个area,我是only one,他叫独家啊,好, 你们也可以做我爱不爱你的独家代理,那个国家的,好,先看一下生词啊,独家代理,solo,好,期限,一个期限,一个ten,那期限的话就deadline,截止日期, 嗯,deadline啊,照样,as usual,跟以前一样照样,嗯,哎呀,比如说我这个毛病呢,已经很多年了,你说我照样不改,跟以前一样啊,佣金啊,刚才说了佣金率,嗯,比如说给你20%的佣金,嗯,联系我们吧,呵呵,嗯,再看一下啊, 嗯,团期,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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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签订合同,嗯,为期比如说这个合同有效期,围期多少,围期两年,嗯,协议,啊,agreement,诶,这个生词比较少,呵呵呵哈,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文,dialogue,嗯, 结果这些额,是onton! 合同,有效期? 王经理,史密斯先生 王经理说,史密斯先生 我们正在找一家公司 做本公司在北美市场的独家代理 不知道贵公司有没有兴趣 当然,我们对此很感兴趣 不过我想了解一些具体情况 比如说代理条件 代理期限和地区 佣金比例等 佣金率 比例 贵公司作为本公司 在北美市场的独家代理 不能再销售其他公司的同类产品 其实也叫净品 净品 而且除了北美市场 公司不能把产品销售到其他的地区 好 这个我清楚 如果北美市场的客户向贵公司订货 你们将怎么处理呢 如果他们和本公司直接交易 我们会按照 我们会照样 付给贵公司 这个听起来不错 这个规定很可理 因为他在北美市场打广告的话 是他的功劳 那么佣金呢 我们可以拿到多少佣金 佣金是销售额的6% 我们世界各地的独家代理的佣金是统一的 就是告诉他这是统一的standard 没有不可以什么调整调整的 你不要给我讲10%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将以贵公司签订一份为期三年的独家代理协� 我们商量一下 尽快给您回复 不要太着急 要come down 沉着气 然后再给回复 我签了这个合同 你就不能卖其他公司的了 你要考虑清楚 好 看来这里 公司王经理跟史密斯先生谈什么 谈这个代理的事情 对吧 作为独家代理 在销售产品和销售地区方面要注意什么 不能销售竞品 就不能销售同类型的产品 其他公司的 销售地区是北美地区 北美以外的 你没有佣金 如果北美市场的客户 直接从王公司的公司订货 直接从母公司订货 他们怎么处理 照样 我们觉得照样会给史密斯先生 百分之六的佣金 佣金率百分之六 这个佣金率怎么样 史密斯觉得太低了 因为这个产品别人不了解 在推广上 这个营销的费用上会很高 王经理做了什么浪布 说这个营销费用 我们可以商量 然后各承担一半 广告费是很高的 这个浪布确实很有吸引力 对吧 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要签合同 那史密斯说我们再商量一下 稍后的话给你回复 这个有经验 我们临时去做决定的时候 会有一些漏掉的 或者说有一些没有考虑到的 所以要静下来 好 我们公司正在寻找 一家公司做本公司 在北美市场的 所有独家代理 代理期限是三年 我们的代理他们不能销售其他公司的同类产品 如果北美市场的客户直接向本公司订货 代理照样可以拿到6%的佣金 我们的佣金率呢 是6% 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 另外本公司将承担一半的推销费用 和广告费和什么 对吧 如果双方同意 我们将签订一份为期 为期就是这个期限呢 我们把它定为三年的一个协议 好 这是这篇课文 大家多读几篇 好吧 好 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 拜拜